有經常沒有策略地鼓聲鼓跌 贏又覺得自己幸運 輸又覺得自己幸運 那這個 你是要裝備一下技術層面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Henry 今天這麼大雨,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這個態度就是一個心態來的 其實有時大家去炒東西去看圖 你有時會想一下,為何我有個心態是 我經常都會想避開一些我不想要的波動 我不想做這個彈,我不想 哎呀,幸好我避開了 有時炒東西是 你要接受有少許時間會失敗 你要令自己有個容錯率 你要令自己知道 我做十次 有三次是會輸的 有時想,是不是這次呢 哎呀,是不是你切呢,那就防守了 不是那些,好害怕啊,先走了 好害怕啊,平倉先走,提早先走 不是那些 是你策略一下 喂,止了蝕的位置,或者是 你防守了的 所以呢 我們是會這樣想的 你玩的時候,無論如何都會是 哎呀,要讓它止蝕 因為那個位置 喂,過了龍 或者不應該不走 是應該走的 即是不得不離場 你有時那個位置 即是我們有時會面對一些波浪 一些波動 或者是你 和你反向的波動 你可以做的就是 防守 不要有時 或者是經常都 長年累月 炒東西炒兩三年 都有個心態是 哇,我又好運氣 避開了這個位置 我好運氣 怎麼避開了 即是 你是沒有策略去根據的 純粹是你覺得你這次 哎呀,哇,這個棍掉了 哎呀,幸好沒有做 但如果 你所有事情都沒有策略呢 你會經常都有一種很僥幸贏 僥幸輸的 感覺 就是我想表達 我是想表達 有時 不要有 哎呀,我逃避了 哎呀,我剛好沒有輸了 好開心啊 哎呀,這一下 哎呀,怎樣怎樣 我又避開了 其實有時避開了是因為 你想做是沒有做啊 還是你策略底下 覺得這個是 不應該做啊 這個是兩樣東西來的 你覺得不應該做 這個可能是一個技術上的一個原因 但是如果你是 有經常都是沒有策略地 啊,鼓聲鼓跌,鼓聲鼓跌的 贏又覺得自己好彩 啊,輸又覺得自己好彩呢 那這個 你是要裝備一下你的技術層面 所以如果你是有技術的 不妨試一下 不要有一種哎呀,我好彩 好彩避開了 不要有一種好像想逃避這個 防守啊 止蝕那個心態 即是我們有輸的時候 就輸 要打防守的時候就打 我們不會有一種啊,逃避失敗啊 好逃避 戰鬥的一件事 然後呢 我就說這個星期 繼續 看淡 1660是一個阻力 1660 我覺得是一個阻力 以下去看淡 短線留意區間 60 和40 就是我其實呢,我是在留意 這兩條線 這個範圍而已 這裡,來這裡 這個範圍 裡面而已 一小時圖 你怎樣看呢 那時候 還是你去沽貨呢 還是你去拿貨呢 還是你去拿貨呢 還是日內去拿貨上去呢 你有什麼原因的 你嘗試和自己去回顧一下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成功的交易員 你必須要這樣去想 那你會做得好很多的 想一想 為什麼要這樣做啊 還是沒有方法的 只是猜的 那就不好了 我呢就放在60 即使我做啊 我現在去 What if 事後單 事後單 事後看看 喂 如果我真的60做啊 我平時我手開100元的 我都是會打的 所以這個方向我就是會做 但是我也是會打的 因為他上到68 先沽我就真的不會了 我回想一下我也是不會的 所以星期一他這樣去回呢 他去美盤9點回下來呢 我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 真的不是平時做的事 而且他真的衝得太高了 所以我怎樣做 都是 都是 我會 打之舌 這個是我才是一想到的事 我做回60 做回我分析的位置 我 都是 都是 會 被他 打了 所以 你看看你怎樣做 你是否做淡 你覺得你做淡的位置如何 還是你 根本就已經 真是 認選了 沒問題的 真的沒問題的 不要去 深究 那個深究的意思是 你事前這樣看的 你之後 要尊重自己 不要說 事後 哎呀 我早知道這樣做 沒有那麼多早知道的 不用早知道的 是呀 事後單位最厲害 事後說自己做完都是錯 又沒有人會這樣 我喜歡這樣 喂我做了我也是會做 我做了我也是會贏 我都會說 我做了 我也是會打的 Yuki很搞笑 多謝你這麼熱心去參與 也都跟我說很多東西 回顧一下你自己很多的東西 所以呢 你在下面去搞一下GET 是沒問題的 Yuki是我們小群裡面 一個很喜歡說話的朋友 沒問題 絕對大家呢 你懂得說笑 你會在這件事 就是說你做到 認選啊 不要再想那些 老散心態 那些 整條街10個 7個都是的 哎呀下回來 做知不知事啦 頂 怎麼這樣 怎麼想東西的呢 你沒有策略的嗎 怎麼這麼想的呢 說真的 沒有策略的嗎 沒有自己 出場的嗎 你不是事前想定的嗎 不會 不會想到 喂 扔了地 你可以這樣想 但是你不會扔了地 一定 大部分人 真的 會這樣 灰了 給你心機 跟你說 真的不要浪費自己的心態 你的火是要給自己的 說真的 你在這裏做什麼都好 你在這裏努力 什麼都好 什麼都要努力 星期一呢 總之 就是打紫蝕 OK 紫蝕單 事後恐明自己輸單 行不行 認不認 我們不會恐懼市場太多 因為你是用策略去找你的機會 如果你是沒有策略去找機會 你是會很恐懼的 你是會很恐懼的 你從來都沒有試過很大雨去駕駛的 但是呢 你就 一駕駛就很大雨衝出去駕駛 第一次駕駛就很大雨駕駛 你又不知道 這條車是怎樣的 你又不知道 這條車的氣能夠不夠的 你又不知道你的車是 保養的狀況是怎樣的 你是會很害怕的 很正常的 所以大家記得 安全駕駛 另外就是 專心你那個 交易 有時 減少一些 很害怕走了 其實是同一個道理來的 有些很害怕 走了 很害怕 給自己一點點理據 你會玩得更加開心 給你一點理據 我這樣做 會好一點呢 我觀察到什麼位置 有什麼改變 還是他沒有去再走 那些你要去觀察一下 這當然是有些理論 有些技術去支持你 即是我們可以嘗試在失敗中 去學習 我們的防守是很合理的 防守了 然後那個位置 真的破了 我防守了 原來他走得更加遠 或者跟著那兩三四天都沒有回來的 那你的防守就是對的 而且你是更加可以 找這兩三四天的其他機會 因為你是策略地 勇敢地 去防守了 所以這個是 很有用的 我前輩以前 都有時都會跟我說 你不要因為 好幸運 都覺得自己 有做沒有做 其實那個好幸運 有時是多些理據會好一點的 不要太有一個僥倖的感覺 哎呀這次 幸運沒有進入 但是 讓你進入多一次 你是不是很想進入 如果是 你就去覆盤回顧一下 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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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有一個新聞 還是有一個 什麼消息 原來真的 我做不做 最後 他都是錯的 或者都是反向的 那些沒得說 新聞數據那些 但是有時候技術面 你做完你都是想做 都是想做 那你就去 然後你就防守 因為比你 坐時光機回去三次 你都是想做的 那你已經很值得去 嘗試的 就是這樣 OK 這些是一些 實戰你會有的心態 有時候會有一點僥倖 但我希望大家 在有時候覺得 好彩 安全 或者沒有做的情況下 都回顧一下 究竟那個好彩 沒有做 是什麼 那個好彩是真是 嘩 剛好這次坐車 沒有做 剛好這次吃了飯 沒有做 好彩 還是 你原本會做 那你原本會做之後 你又如何去面對呢 它有沒有什麼破位 你看有沒有什麼 你提早離場 你可以 入了 你都走到的 這樣去回顧一下 其實都 這樣是會幾好的 起碼你知道你做了些什麼 還有你回顧的時候 你有東西去覆盤 這個是很重要的 記得 OK 所以大家明白了這個道理 你是會玩得更加開心 就是這樣 今天就 差不多了 我希望大家 都 會感受到自己是否行策略 OK 以後都要這樣做 就是這樣 OK 大家努力吧 我們下條片再見 一起 槓桿 時間 這樣 是人生 我們下次 再見 大家記得 追策略 不是 僥倖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